预约下一个AI新时代 光复国中与光复制造教育以及科技中心 开办了第二梯的小小创客营队 精心规划AI等等的基础科技课程 吸引了花莲中南区三所小学 共有15位的学童参加 那么在专业老师的带领指导下 学习包括Quino程式基础 AI绘图和自走车自作等等 学童们坐中学学中座 享受了学习生活科技的乐趣 以AI生活科技应用 作为光复国中第二梯 小小创客营队的学习核心 参加的每一位学童自作自走车 今天在老师专业指导下 学习基础程式设计 让手上的自走车动起来 小朋友学习性质高昂 学习找方法来排解难题 个个非常有成就感 就类似印章和那些电子科技那些东西的 目前只有三轮驱动而已 之后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城市 也许是某个店位搞错了 也许是某条件出现问题 我不知道可以问老师 但是我相信这车池一定可以变得很坏 光复国中推广科技教育 借由光复制造教育 与科技中心共同推办 属其小小创客营队 以现代超夯的AI生活科技为主的课程 让师长与学童趋之若鹜 两梯次15个名额都秒杀而满 小班制搭配三位专业的老师来带领指导 学童们的学习效率相当高 我们希望教给学生的城市 所谓的那个什么 城市这样的思考 融合在我们的课程中 有趣的课程中 那学生就会对这款有兴趣 那像是我们坐这遥控车 那看到学生对于这种车子类的遥控类 他会很有兴趣 所以他会想要花很多的 就是更用心去把这个车子 去做一个改良 那我们藉由这种有趣的课程 就会让学生把那种很深色难懂的城市 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让他们学习起来 我觉得他们是会蛮开心的 其实有一点难 因为今天的课程是有一点点挑战性 那他们平常没有接触这样的课程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点挫折 加上因为我们的学生参加的是 从三年级到六年级 所以当然有一些低年级的小朋友 会有点困难 但以往我们办这个课程一直以来都一样 前面组装会比较困难 但是到后面只要车子动起来之后 他们就会很兴奋 为期五天的暑假创客营队 老师们循序渐进的规划课程内容 富有挑战性 学童学习性质浓厚 而高度支持也全力推动中区生活科技教育的校长 黄建荣 不时来关心学童们的学习状况 陪伴学习 也借着暑期创客营队的举办 让孩童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生活 那利用暑假期间学校开办这样的营队 主要是让学生在暑假不要中断学习 利用暑假非常珍贵的时间 可以密集的学习 把科技的部分呢 把它学起来 那光复国小光复地区的包含 大晋国小 太巴兰国小 还有西副国小 大兴国小等等小学都有学生来报名参加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 让学区的学童能够在这段时间不要浪费掉 而且在延延夏日 有冷气的环境下 很舒服的学习 透过专业老师精心设计的课程 如珠串 木工 仿生兽制作 雷切印章 自走车制作 Q-NOW城市设计和AI绘图等等 学童是做中学 学中做 多元的教育学习 培养下一代对科技的热忱和创新思维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